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地方是有自毁装置 一般来说自毁装置都是四周墙壁或者我们脚底下的地板下 在这些地方中间都有夹层 夹层里面铺有厚厚的油布 这种油布用当时的煤油泡过然后晒干 然后再浸泡再晒干 如此反复十几次 然后油布会被完全尽头 非常易燃 哪怕是时隔千年都是一样的 在油布附近放上火石 自毁装置一旦启动 火石会打着油布 让整座古墓变成一片的火海 而且李村石墓出现于唐墓 那个时候火药已经用于军事当中了 现在发掘出的许多唐墓时期的古墓 已经出现火药设置的爆破机关 李村石是军中的人 我猜测 这地下与墙壁夹层中可能还有火药 只不过不管这自毁装置多么厉害 一般来说都是在解错天门时镇三次之后才会启动 我们一共才碰八门机关两次 这自毁装置就启动了 任由满脑子疑惑都是彻底没用了 在乱世横飞中整个人向下坠落下去 石头瓦片打到脸上生疼 心中不禁泛起一丝苦涩 看了哥们这回啊 是要被火埋了 这时候花木兰的声音忽然在我心中响起 不要慌 尽量逃上姿势 千万不要头朝下 快落地之后我会尽量拉住你的 说话之间 花木兰竟然出现在我的左边 正不紧不慢地跟我一起下坠 小刀长莫忘了我呀 昌平公主这时候也从摆壁刀的玉柄上出来 挑飞到我右边 轻声笑道 那刀门法阵已经破掉了 现在这古墓中我完全可以自由活动了 有我在 定保小刀长无恙 我一看这两位出来了 惊魂未定的心才稍稍安定了一些 有昌平公主这个千年女鬼在 我这回应该不至于被活埋 当下我定了定神 在下日的时候开始调整自己的姿势 尽量让双腿朝下 我不知道这天门石阵 这石石下面掏空多少米 总之我感觉自己的这一口气最少下降 有几十米的深度 这时候花木兰和昌平公主同时抓住我的肩膀 一边躲避落石 一边拽着我横飞出去 我隐隐能听见我下方传来巨石落水发出的声音 我心中当时就一阵疑惑 难不成这下面有暗河 或者是地下湖不成吗 如果有的话 那么张博文他们三个还是有一些机会的 我心思飞快地活动着 被花木兰和昌平公主拖着 横飞出一段不短的距离 他们才终于松开了手 然后我感觉自己双腿朝了定 不过因为花木兰他们两个撒手擦得太突然 所以就算是落地之后 我也因为惯性原因没有站稳 一个猎牵一屁股坐地上 穿得生疼生疼的 不过这时候我也顾不上这些疼痛了 听着四周扑通扑通落水声 可是眼前却一抹黑 什么都看不见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次胃口不好受啊 必须得先弄明白情况才行 于是我连忙从背包里摸出强光手电 打开一照 这才终于看清了我现在的处境 天门石针下面果然是有一片地下湖泊的 不算大 面积最多只有几百平米 不过深度却是有一点不寒乎 石石坍塌崩裂以后 下坠的大石块掉进屋里 扑通一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看样子 恐怕最少都得有十来米的深度 要不然那么大的石头落进去之后 不至于是这种想动 至于我的话 我现在其实就坐在地下湖泊旁边的浅滩上 磨的 我看到个人影从上面坠落下来 然后一声尖叫 扑通一下掉进距离我大概十几米外的地下湖身处 那个人赫然便是李佳佳 媳妇长平公主帮我救人 我大吼了一声 紧张嘴喊花木兰媳妇 放在平时我是没那个胆子的 对于我这位媳妇 我现在还是多多少少有些敬畏 总觉得她是个距离我很遥远 高高在上的女神 不敢有丝毫的泄斗 就算是喊媳妇 也在心中默默想一想 不过这时候我真有些急了 竟然一张嘴就喊了出来 然后二话不说 丢掉背包跳进湖水之中 煞世间 一针刺骨的寒意传了过来 动得我浑身当时就是一哆嗦 因为地下湖 常年不见天人 地下水温极低 我热乎的身子骨 一往里面蹦 真有些受不了 为了确定张博文他们的位置 我得跳进地下屋以后 顿时就喊道 张哥 小静 你们没事吧 没事 他妈的被石头砸了一下 没答案 我也没事 我会水 周静和张博文 分别在我左右两个方向 给出回答 他们刚刚一出水 岸上的花木兰和昌平公主 就确定他们的位置 顿时朝他们两人方向飞了过去 唯独最后落水的李佳佳 久久没有回应 只是这地下湖水深处 发出两声闷横 该死的 这女人不会水呀 我心中暗叫一声糟糕 一个猛子就扎进地下湖中 因为买的强广手电是防水的 所以就算是在水中也照样能用 我一钻进水中 借着手电打出了光 就看清了水下情况 这一看不要紧 差点没活活吓死我 这水下潭娘的 到处都是一条条成人 十指长短的水质 这玩意一看到我之后啊 就跟见香波波的苍蝇一般 黑压的一大片 直接朝我这边扑了过来 当时我就感觉 一些黏黏乎乎的东西 趴在我脸上 手上等所有暴露在外的皮肤之上 恶心到极点的同时 心中也充满恐惧 水质也就是马黄 人们也叫肉钻子 别看这玩意儿 看上去软啪啪的 但是吸吸血来 却一点都不含糊 口腔里有三个饿 背面一个 侧面各一个 饿上有脚趾纵旗 其伤更有一列细质 吸血的时候 用前盘吸住 送住皮肤 然后由恶伤锯脂 还一个歪子性的伤口 进行吸血 最主要的是 它们在吸血的时候 会分泌一种 扩张血管的 类似我氨化合污 有抗凝穴作用 让人伤口是流血不止 这么多水质 一下朝我这边扑来 我他妈的 还不得活活被吸死呀 我心中重骂一句 不过 这水质要命 也得一会儿功夫 可是李嘉嘉那边 现在却通不得了 再过一会儿 指不定就淹死了 于是我咬着牙 一边拿着强光手电 一手在水下滑了着 奋力穿过黑压的马黄裙 按照记忆中 李嘉嘉的位置 一口气向前游出 十几米的距离 然后接着手电光 十几米远 隐隐约约就看到 一个人影 在我前方不断挣扎着 虽然只能看到 一个大概体型 但是我一下确定 这个人就是李嘉嘉 当下奋力朝他游了过去 这个时候 李嘉嘉 显然已经慌了神了 在水中一个劲儿瞎扑的 脸上手上都爬满了马黄 最终不断往外吐气泡 显然他压根没憋住气 地下滑的湖水 正往肺里面呛了 压迫的肺里空气 一个劲儿往外冒 再多吞点水 估计就挂了 在水里救过人的人都知道 不管你水性多好 在水下救人 其实特别危险 谁也不敢保证 下去一定能救上来 说不好 还得把自己给打进去 因为不会水的人 落水之后 是完全没有理智的 逮着一个人 像抓住救命稻草 一般死不撒手 再牛逼的游泳好手 都可能被拖下去淹死 眼下 要求李嘉嘉 必须给他度口气 缓住他的慌乱才行 相机此处 我也管不了那什么 男女大房之类的 把手电筒塞到衣兜之后 游上去 用空出的手 一把搂住李嘉嘉的腰 摸索着凑上去 怼醉怼的 把肺中空气 动给他一口过去 说出来 不怕人笑话 这其实也是 我第一次和女孩亲密接触 在刚刚一触碰到 对方嘴唇的时候 我愣了一下 心里说没有奇念 怕也没有人心 毕竟李嘉嘉也是个美女 不过这奇念 很快被我掐灭了 从花木兰宁口魂飞魄散摇 救我那一刹那开始 我就立誓 此生绝不负他 哪怕他是阴人 我也无悔 所以就那么片个功夫 我的心态调整好了 人命大于天 只是救人 其他无关 李嘉嘉似乎给我 度了口气之后 状态好了很多 总之不再挣扎了 于是我抱着他 就一面向水面游过去 从地下湖中冲出的时候 我连忙换了口气 才拖着李嘉嘉 一路朝湖边游过去 等爬上浅滩的时候 我也因为在水下 这一通折腾 是筋疲力尽了 跟条死狗一般 爬在腥味浓郁的 湿润土壤上 大口喘气 张伯文和周静那边 也在湖边了 一看我带李嘉嘉上来 李嘉嘉过来帮忙 我一边喘气 一边说道 快快把我把身上 水质给拔掉 张伯文竟然也知道 水下有这东西 我一开口 立马就忙活了起来 把一条条吸我血 吸得身体滚圆的水质 拿下来捏死 绷出一道道 咽红的血迹 看得我眼角直抽啊 好在我穿的是 军用迷彩服 袖子裤腿呢 都是绑着的 要不然 这晚上从口子里钻进去 那我可乐子大了去了 躺在浅滩上 我稍微休息了一会儿 等身上力气恢复了一些 就开始检查我的伤口 眼下 手上被马黄咬过的地方 留下一片片红斑 到现在 还不断地往外渗血中 好在 他们在我身上爬的时间有限 没有咬到动脉 所以 这些伤口没有大出现 基本不用处理 也没什么大碍 张博文他们几个的情况 基本上也和我差不多 大概是看我没事了 张博文这会儿凑了上来 问我一旁的花木兰 和已经四处游荡的昌平公主 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 这个事情瞒不住了 而且 如果不是怕吓到张博文他们的话 我也不是故意要隐瞒 花木兰的存在 反正有这么个媳妇 我觉得挺自豪的 虽然是阴人吧 但是比太多洋人强太多了 是我心中最完美的女神 于是我当下 把花木兰拉过来 介绍给张博文 当然 是以我媳妇身份介绍的 花木兰的事情 周静是知道的 所以这小子是很淡定 到时 张博文听完之后 大笑起来 一个劲儿怕我媳妇漂亮 一点没顾忌 对方是阴人 也不知道是神经大条 还是因为职业习惯 对阴人 欠怪不怪 一点不见怀了 反倒是吕佳佳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受惊吓原因 在我介绍的时候 一直不言不语 和花木兰打张博的时候 都是淡淡知无两句 心得有些闷闷不乐 心事重重的样子 然后我又对张博文他们 把昌平公主的事情说了一下 以免得他们对昌平公主 有所界定 影响之后的共同行动 谁知 就在我刚刚说完 昌平公主的事情时候 一直在远方游荡的昌平公主 忽然在黑暗中 狂笑了起来 小声尖锐清理 听得人浑身鸡皮疙瘩直冒 真是踏破铁线无灭处 更来全部费功夫啊 你存实 原来你的墓藏在了这里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摸金天师 又名活人回避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喜马拉雅账号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